太强了 在10月3日举行的杭州第19届亚运会女子跳水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选手全红蝉再次展现神知 水花消失数 第二跳中以7个满分的超高成绩震惊观众 顺利夺得金牌举国振奋 不少文体界的明星大咖都慕名来到现场 观看全红蝉比赛 像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6年里约奥运会跳水冠军林月 就在现场拍下了全红蝉十分入水的名场面 浙江卫视主持人陈欢也在现场记录下了激动人心的一刻 当全红蝉得到全部满分的成绩后 全场爆发出了震天的尖叫声 大家都在为小姑娘的成绩感到骄傲和震惊 之前全妹叔比赛时 扑到师兄谢思义怀里哭鼻子 如今小师妹夺冠 谢思义也发微博 祝贺全红蝉获得满分 夺得双金 除了他们 有网友在赛场边 还目睹了中国香港队领队霍启刚的身影 一家媒体报道称 霍启刚郭晶晶夫妇到现场观战 不过经过火眼晶晶的网友辨认 现场其实只有霍启刚一人的身影 她身边的那位女士并不是郭晶晶 晶晶本人早在开幕式结束 第二天就赶回香港带孩子上学了 视频中的霍启刚 全身贯注地盯着跳水台 在全妹入水之前 纹丝不动 平气宁稀地等待着 入水之后 她第一时间鼓掌表示庆贺 脸上也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一脸震惊 不知看到全红蝉拿满分的样子 霍启刚有没有想到老婆郭晶晶 当年在赛场上的英姿呢 郭晶晶此前直播时 也表达过对全红蝉的欣赏和羡慕 称自己跳了二十多年 都没拿到那么多满分 全红蝉一场比赛就拿到了 真的很厉害 她当年没做到的成绩 如今被小辈完成 这大概就是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传承精神吧 此外 这场比赛中 全红蝉的双人跳水搭档陈玉希 也以超过一百分的大比分优势 拿到了银牌 赛后 小姑娘被记者的一句话 问道蹲在地上哭 全红蝉看到后 立马上前拍拍她的后背 以示安慰 两个小姑娘既是战友 又是对手的纯粹友谊 让人动容 她们都是中国的骄傲 再次祝贺她们 接下来说 全红蝉满分夺冠 霍启刚郭晶晶夫妇成其铁粉 扫兴的又是浙江台 七个满分 在第十九届亚运会女子跳水十米台决赛中 一位中国小将 让全世界都见识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 水花消失数 她就是年仅十六岁的全红蝉 从十米高台一跃而下 见起的水花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幕 也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而让人更加惊讶的还在后头 全红蝉在第二跳中 竟然以七个满分的超高成绩 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 这一跳直接获得了七个满分 这成绩在跳水界简直就是风神的存在 掌声 欢呼声 瞬间响彻整个场馆 全红蝉的魅力 可远不止于此 不仅观众会被她的强悍实力所惊叹 就连不少明星大咖也都慕名 亲自到现场观看她的比赛 例如两届奥运会跳水冠军林月也在现场 要知道 这可是中国跳水界的老前辈 早已见识过无数大风大浪 可她一看到全红蝉的表演 还是忍不住惊叹 在全红蝉得到全部满分的成绩后 全场爆发出了震天的尖叫声 大家都在为这位16岁的小姑娘感到骄傲 当天除了始终支持她的师兄师姐外 霍启刚也出现在了现场 她的身份可是香港队领队 遗憾的是 其妻子郭晶晶没能来到现场 从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 霍启刚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跳水台 在全红蝉入水的刹那 她仿佛凝固了一般 屏住了呼吸 而当全红蝉完美入水之后 她立刻热烈鼓掌 脸上露出了欣喜和震惊交织的表情 看来霍启刚也是被全美完美的表现所折服了 看到全红蝉如此出色的表现 不少人都猜测 霍启刚的心中很有可能浮现出了 妻子郭晶晶当年在赛场上的萨爽英姿 毕竟 郭晶晶也曾是中国跳水队的璀璨明星 至于郭晶晶 更是对全红蝉有着高度的赞誉 在之前的直播中 郭晶晶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赞美 她表示 自己虽然跳了二十多年 但也未曾拿到过如此多的满分 而全红蝉却在一场比赛中就做到了 这的确令人惊叹 总的来说 这次亚运会上 这位年仅十六岁的跳水小将 凭借独门绝技 水花消失数 让全国人民为她疯狂打扣 然而 谁也没想到 在全红蝉获得如此高荣誉后 她在赛场外的一段采访 却引起了网络热议 要知道 全红蝉的性格并不外向 每次面对镜头 都是聊聊几句话 就想撤退 而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在经过采访区时 她全身紧绷 如临大敌 看到那么多记者围在一起提问 她弱弱地回答了三个字 挺好的 说完后 全红蝉就像如往常一般去后台休息 没想到 这时 一个突兀的声音传出 直接吓得全红蝉站在原地 根据台标来看 这是一位来自浙江卫视的男记者 唯恐全红蝉逃离自己的镜头 突然大声呼唤她的名字 强势要求她留下来接受采访 从视频里 可以明显看到 此时的全红蝉非常惊慌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满脸都是为难的表情 但这位记者 并没有放过可怜兮兮的她 持续使用命令式的语气 来迫使她接受采访 眼看没有办法拒绝 全红蝉只好顺从地 一步一步挪到采访区 胆怯地回答问题 然而 这位记者不仅态度强势 提问的问题 更是令人无语 她第一个问题是 全妹是否感觉自己更成熟了 而此时的全红蝉 并没有理解她的意思 所以没有及时回答 之后 这位记者的态度 就更加不耐烦了 甚至用强势的语气 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等到她回答完毕后 记者又问她的身高体重 这一问题一出来 在场的记者们都震惊了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这是绝对的机密信息 蓝台记者 怎么连这种基础知识都不知道 好在全红蝉当场拒绝回答这一问题 而其他了解行情的记者 也帮她解围 这才让场面没有那么难看 然而 蓝台记者并没有准备收手 在全红蝉再度想要离开时 记者再次拦住了她 非要她对着镜头讲两句话 最令人不解的是 她甚至直接大声地喊出了她的名字 就像是命令一样 于是 全红蝉只好耐心地对着镜头表达祝福 然而 记者并没有就此打住 她又强迫对方做出笔心的动作 全红蝉只能照做 在完成一系列不合理要求后 她才得以离开现场 在视频发布后 评论区迅速被各种批评所覆盖 有网友认为 蓝台记者实在是不专业 这种强硬的采访态度 根本不像是一个专业记者 还有网友认为 她这样的举动 就像是在欺负全红蝉 在整个视频里 她都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当然 更多的网友还是为全红蝉鸣不平 认为蓝台记者 根本就没有尊重一个 刚刚获得冠军的运动员 毕竟她全红蝉是一名运动员 采访并不是她的义务 希望全红蝉 能够在今后的比赛中 再接再厉 也希望不要有那么多无良记者者 强行要求她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